好 公路今天真的是完全爆冷 输给灰熊 任他们在明星赛假期之前是以连败收场 新任总教练Rivers赛后也相当不客气 只是说有些球员完全没有 好好专心在比赛上面 好 教练说出重话 关键就是接掌球队以来 目前是惨淡的三胜七败 有许多问题 一起来听听赛后访问 十九岁的少年郎讲话就是有够狂 吹熊的GG Jackson二世 在这场与公路的森林大战 真的是让对手GG咯 因为他砍进并列全队最多的二十七分 带领西区倒数第三的灰熊 以三分之差险胜东区第三的公路 尤其是最后一波防守 成功限制小李的Dame Time 看灰熊球员庆祝的多高兴 老河流的脸就有多尴尬 我们回到我们的战略 two guys forget what we're running then we miss the shot and then nobody gets back that's how we start out the third quarter that tells you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where our heads were you know we had some guys here we had some guys in Cabo you know these losses obviously you don't want to lose games like this ever does that change the way I think about the team and where I think we know it doesn't at all I got a lot of confidence but we're gonna have to make changes as far as how we want to play every night 果然江是老的辣 河是老的牆 Doug Rivers先噴球員再灌雞湯 這招職場PUA 大家肯定是甘拜下風 只不過老歌流真的不能再用嘴巴指教 得要拿出真功夫才能救公路 陸群在冠帥之後的十場比賽 只有可憐的三勝七敗 而且明星賽收價之後 才是真正的挑戰 for me they should blow this team out to go into the all-star break with a good mind because like I say lose that game at home and Miami another night they need to blow this team out and then get a nice little break for all-star they have played the fourth easiest schedule so far and then after the all-star break they will play the third toughest 原本僅僅卡住東區第二的公路 不只被騎士超前 距離第七種子的熱火 也只領先四點五場勝差 這安全車距怎麼越來越短 想必字母哥還有小李 在明星賽應該沒有心情放膽完 該如何找回攻守均衡 圍繞雙星打造的隊形 有長達一個禮拜可以寫的回家作業 會不會有正確解答 就交給Dark Rivers來思考囉 接下來看到輝郎跟拓荒者的交手 西區龍頭對決西區倒數 第二基本上沒有什麼懸念 輝郎完全沒有給任何機會 光是第一集就狂轟猛炸 整整四十四分 好 輝郎這場比賽是多點開花 總計有七人得分上雙 全場是一路領先 最後是一百二十八比九十一 輕鬆銀球 拓荒者主場對上輝郎 章賽前先特別表揚了Skull Henderson 還有Skull Henderson 還有Skunden Schwab 恭喜兩人都被選進了 明天要登場的新秀對抗賽 但拍謝啦 你們這兩個菜逼吧 不過就是新秀對抗賽而已 人家灰狼這裡可是有兩個入選 All-Star Game的球星 那就是NC Eros還有Karsen Towns 兩位狀元狼也在開局 就展現他們全明星的身手 尤其Eros是幾乎怎麼打怎麼游 要切入沒問題 要三分也是大丈夫 第一節就砍了十三分 加上阿拓明明在自家主場出賽 卻打得像是完全不認識自家籃框 單節Fill Go只有兩成出頭 讓灰狼第一節打完就取得 四十四比十四的大幅領先 來到第二節就算拓荒者火力復蘇 但灰狼這裡換TOM手感發燙 也是有內有外的火力輸出 Biccat上半場就十四分進帳 跟Eros一起聯手 幫助球隊取得六十六比五十一的領先 來到下半場更是一輪猛攻 一度領先多達二十六分 這樣感覺是就此把拓荒者打倒在地上 卻沒想到阿拓們是爬起來啦 Tumani Kamara全場十三分 不算太高 但命中率可是百分之百 第三節連續得分幫助拓荒者起死為生 還有奮力砍下二十分的Dream Grant 雙手橫橫轟轟炸籃框 帶領拓荒者一度追到剩下八分差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誰叫他們就是拿這個超級英雄 梅哲And Man又跳出來幫助狼群拉開幾分 又是幾乎怎麼打怎麼游 總計Eros砍了三十四分是全場最高 外帶六籃板七助攻伸手算是全能 還有TOMS二十三分八籃板兩火鍋的出色發揮 這個單手爆扣可說是完全終結比賽 再加上只是有了一手漂亮切入 在轟炸籃框的Jed McDaniels也有十七分進場 會讓團隊七人得分上雙從頭領先到尾 一百二十八比九十一大勝過關 明星賽前持續霸佔西區龍頭 好 繼續要來討論明天就要登場的 一年一度的NBA明星週打頭陣的名人賽 跟新秀對抗賽就充滿噱頭 好 名人賽也很有看頭 據說全新的地板很厲害 趕快來看看 NBA一年一度的娛樂盛宴 All-Star Weekend 馬上就要登場啦 打頭陣的名人賽就充滿噱頭 光是地板就很有話題性 採用全新科技的LED玻璃地板 從聯盟官方先前釋出的宣傳影片就看得出來 整面球場地板就像是一個超大的電視螢幕 絕對會帶來前所未有的神光效果 甚至還可以即時顯示相關數據或是特效 跟觀看比賽的球迷們有更加直接的互動 好啦我知道有些球迷還是忍不住想問 那是玻璃地板耶 這樣安全性沒有問題嗎 放心 這可是雙層強化玻璃 還有全新研發的獨特防滑顆粒 安全系數甚至比一般的木頭地板還要高啊 事實上在FIBA國際籃總比賽 就已經使用過這種地板打球 看看這個視覺效果是真低讚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而且不只是地板 今年名人賽參賽的球員也是效果十足 去年上演今天補扣的奧運跳高金牌 在JomacoTambury再度參戰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他的空中作業 另外兩位美式足球球星 Michael Parsons跟CJ Strong 高中時都是雙棲運動好手 實力不容小覷 尤其Straw從他最近打球的影片看起來 還是很有兩把刷子 再來就是擁有240萬粉絲的籃球 我紅Tristan Chess 各種花式上籃是他的拿手好戲 就期待他會有什麼驚人之舉 而且而且而且還有好久不見的Meta World Peace 一項效果十足的磁飾品 相信也會讓球迷們大包艷福 應該不會出拐子打人啊 那名人賽之後還有新秀對抗賽 先不管一二年級生的對決 光是菜鳥之間Vitter Wambayama 跟全紅鬼要互相帶隊較量 這彷彿新人王爭奪戰的戲碼 就充滿火花 另外發展聯盟代表隊 可是由去年的冠了王McMcClung領軍 想到比賽當中會有什麼精彩好球 就已經讓人坐不住了 精彩的明星週第一天就這麼有看頭 千萬要鎖定未來不要錯過 歡迎觀到節目現場 要關心的是捷恩斯高球賽 大家關注的Tiger Roots表現不是很理想 對,Woods的比賽過程相當不順 到底有多不順 在第十八動的時候發生超級離譜的鞋飛球 失誤讓他吞下第一回合的第六季Boogie 目前第一輪賽事打完Woods 僅以並列第四十九名坐收 舉辦在洛杉磯與Viera鄉村俱樂部 年度首場名人招牌賽的解恩斯高球邀請賽 眾星雲景 Rory McGrade Cameron Young等大咖球星起聚一堂 當中身為主辦的傳奇球星Tiger Woods也沒有缺席 這是老虎相隔十多月以來 再度重返美群賽的行列 只是比賽內容對他來說並不如意 原本有望以平標準感成績收尾 結果沒想到第十八動這球 直接打出一個誇張離譜的鞋飛球 把小白球擊到樹叢裡去 而這也讓Woods吞下首回合第六季的Boogie 幸好老虎全場還是有抓下五隻小鳥的好表現 也讓他第一回合比賽結束 繳出總感數七蛇感高於標準感一感的成績 漢童駐的Justin Thompson已並列四十九名戰神評寿 Tiger,我不會說一句話 但在18歲 我一定會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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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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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別太苛責老虎了啦 畢竟人家現在都四十八歲了 身上動過刀的次數 比生涯十五次高球滿關賽冠軍還要多 更別說其他參賽選手 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像是拿過兩次批決巡迴賽冠軍的Patrick Kenley 就繳出地獄標準感七感的六十四感 成績獨佔頭 並且經營一感的距離領先後方緊追的澳洲雙雄 Jason Day以及 Cameron Davis 還有美國好手 Luke List 而前方集團競爭如此激烈 老虎要跟上腳步的難度當然也就越高 而一切就看他在週六第二回合的賽季中 表現能不能舉例回聲囉